女性四处黑,是因为精力太多了,原因可能有这三个,别想歪了,李大夫接到了一个特别的求助,一位叫小玲的女孩,面色苍白地坐在堂客椅上,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封精美的信封,里面装着她悄悄写下的难言之隐,信中说,她发现自己的四处颜色比别人深,网上说这可能是因为私生活不检点, 小玲因此倍感焦虑和羞耻,她担心这会影响将来的婚姻生活,怕被未来的丈夫误解,李大夫一边摆弄她那副老花眼镜,一边缓缓开口讲述,这个啊,你先别慌,四处颜色深,可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样,一,四处颜色变化的科学解释,四处颜色变深并非罕见现象,这背后的科学解释咱们得慢慢到来, 先说说皮肤,皮肤上那些色素细胞,叫做黑色素细胞,负责产生一种叫黑色素的东西,这才是皮肤颜色深浅的关键, 人体皮肤的颜色不一,有的皮肤白里透红,有的则偏向古铜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因遗传决定的四处颜色变化的科学解释提起女性四处的颜色变化,就不能不提我们的皮肤,那可是个神奇的大器官, 其颜色深浅和厚薄之变化,关乎很多阴味,首当其冲的就是黑色素,这小东西藏在皮肤的角质层里,和皮肤的颜色深浅可是有着不解之缘, 黑色素越多,皮肤就越暗,反之就越亮,说回四处的视耳,它的皮肤颜色变深这黑色素的量有关, 但绝不是单纯的性经历多少的体现,黑色素的多寡,有时候还得拜遗传所赐,科学告诉我们, 皮肤的色泽,很大程度上是由咱们的爹娘那边遗传过来的,二,四处颜色变深的真正原因, 谈到四处颜色变深,这里面的学问大著呢,首先得从遗传因素说起,就像你的眼睛颜色,头发颜色一样, 四处的肤色也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有的人天生皮肤就偏暗,这是因为它们的黑色素细胞活跃,产生的黑色素多, 这种情况在不同种族和家族中都有明显的差异,这是千百年来适应不同环境的结果, 再来说说激素,特别是女性的雌激素和孕激素,这两位在女性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青春期时,激素水平的变化会促进黑色素细胞的活跃, 这时候四处颜色加深是很常见的现象,而到了怀孕期, 这种情况更是常有发生,因为孕激素水平的升高会进一步刺激黑色素的产生, 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怀孕后四处颜色变深,大可不必惊慌, 最后我们还得考虑到病理因素,虽然不常见, 但是像黑色素瘤这样的皮肤病变,也可能导致四处颜色变深, 这时候就需要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了,除此之外, 一些慢性炎症,比如糖尿病引起的慢性皮肤炎症, 也可能让皮肤颜色变深,这些都是身体发出的信号, 提醒我们要注意身体的变化,及时就医。 三,女性私处健康的正确关注点。 说到女性私处健康,这个话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首要的自然是白带的观察,女性的白带正常情况下是无色或微黄, 无明显异味的,如果发现白带颜色,气味或者质地出现异常, 比如变得绿色,有浓重异味,那就可能是感染的信号, 需要赶紧看一声,再有就是私处的异味问题, 正常情况下,私处是有一定自然气味的, 但如果气味突然变得难闻,特别是鱼腥胃或者腐败胃, 这往往和细菌感染或者性病有关, 这时候保持私处清洁是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找到异味的根源,对症下药。 最后,如果感到私处有疼痛、扫痒或者不是, 那也不是小事,疼痛可能是炎症、感染或者其他病例状况的标志, 而扫痒则可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 无论哪种情况,及时就医都是明智的选择, 毕竟健康才是真金白银,不能大意。 四,私处护理的正确方法与常见误区。 关于私处护理,网上的说法五花八门, 真真假假,不变真伪, 正确的护理方法应该是温和而恰到好处, 日常生活中用温水清洗私处, 避免使用强力去污或香精香料的清洗产品, 因为这些可能会破坏私处的自然酸碱平衡, 导致细菌感染。 私处皮肤焦嫩,过度清洗或使用不当的产品, 反而可能引起刺激或过敏。 穿住方面,选择透气性好的棉质内裤, 避免锅紧的衣物, 因为潮湿与摩擦都可能成为引发私处问题的因素。 在月经期间,更应该注意个人卫生, 定时更换卫生巾或者使用卫生棉条, 这样可以减少细菌滋生的机会。 市面上有各种所谓的私处护理产品, 但并非所有产品都是必须的。 有的产品宣称能够美白私处肌肤, 这类产品往往含有刺激性成分, 长期使用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伤害。 记住,私处的颜色深浅是由黑色素决定的, 而非污垢,所以没有必要去美白。 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值得我们用心呵护。 对待私处健康问题, 我们既不应过于忽视, 也不应过度焦虑。 当遇到问题时, 要冷静地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而不是盲目相信网络谣言或是误信非专业的建议。 科学的态度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 才是我们守护自身健康的最佳方式。